当海洋里的王者大白鲨 遇到淡水里的最强生物 王鹅 他们两个到底现在是最强的水下生物呢 欢迎来到小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有很多粉丝私信说 想看个鳄鱼和鲨鱼的活动 到底谁更强一些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揭开民团 由于缺少实战经验 这么更多是以现实数据为准 大家一起来衡量 到底现在是最强的水下生物 先从鲨鱼开始 目前海洋里 最具攻击性的鲨鱼当时大白鲨 这家伙天生就是捕猎好手 捕猎的天赋极高 从小开始就适应了捕食生活 作为顶级的捕食者 他的自身条件也相当优越 但从体型上来看 大白鲨拥有140到600厘米的体型 平均体重2600公斤 个别体型甚至可以达到800厘米 接近明运王的三层路高度 属于海洋中的大型捕食者 另外 大白鲨的爆发力 极强 善于突袭和潜伏 平均有数都可以达到每小时69千米 在海洋里 一旦锁定猎物 可以瞬间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无疑使它跃出水面 另外 它的咬合类型人 拥有实力比的三角形锯齿 一旦攻击猎物 可以产生大约430公斤的咬合力 接下来 咱们来看看鳄鱼 目前陆地上 综合实力最强的鳄鱼 当时 王鹅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力动物 成年雄性王鹅的体长可以达5米 体重600到1000千克 个别体型可以达到7米以上 相当于两台民营小汽车 那王鹅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它占据了身体六关之一的大嘴巴 上下两个长了32颗巨尺 咬合力甚至达到了1890公斤 一口最后咬碎海龟的硬壳 以及野牛的骨头 它是现存世界上咬合力最大的生物之一 另外 王鹅这家伙 是真的敢捕食鲨鱼 它拥有适应高颜度水质的生理结构 能够在海水里生存 虽然平时生活在河流湖泊不见 但它也会远渡大海 从澳大利亚穿越1000多公里的海洋 一直游到孟加拉湾 并且也有过捕食鲨鱼的记录 那从数据上来看 大白鲨在体型上占据优势 比王鹅重了一吨以上 要知道 在动物界 地形大就占据了优势 另外 大白鲨也更加灵活 平均一秒就可以移动19米 搭配上430公斤的咬合力 这也能把鹅鱼给收拾得差不多北天 虽然王鹅的攻击力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无奈 它咬不到大白鲨 如果运气好 可以攻击到大白鲨的话 那一定可以一击毙命 不过这种概率真的很小 或者他们都上岸 那么王鹅绝对占据了百分百的胜算 那总的来说 如果咱还得搏斗的话 小马哥认为大白鲨更强一些 那不知道大家认为 大白鲨和王鹅到底谁更强一些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评论区再见